每日神话 在你里面一直引导光照你 使你积极尽功用 使你长见识 长分辨 在你光景好时 特别愿意看神的话 特别愿意祷告神 听讲道 也能结合自己的情形 这个时候 神在你里面开启光照 使你在积极方面 认识到一些东西 这是在积极方面成全你 在消极情形里 你软弱 消极 心里觉得没有神了 但神又光照你 使你找着一条实行的路 从这里出来 就是在消极方面 得到成全了 神在积极方面 消极方面都能成全人 就看你会不会经历 就看你是不是追求 被神成全的人 你如果真追求 被神成全 在消极方面 不能使你受损失 而且能使你得着 更实在的东西 更能认识 自己里面的缺少 掌握自己的实在情形 看见人一无所有 什么也不是 不经试炼不知道 不经试炼 总觉得自己比别人高 比谁都好 通过这些你看见 以前都是神做的 都是神保守的 一进入试炼之中 爱心没了 信心也没了 祷告也缺少了 唱诗也唱不起来了 不知不觉 你就从中认识了自己 神成全人 有多种方式 借着各种各样的环境 对付人的败坏性情 又借着各种各样的事 来显明人 一方面对付人 一方面显明人 一方面揭示人 把人内心深处的奥秘 都挖掘出来 都给揭示出来 通过揭示许多情形 让人看见人的本性 神成全人 借着揭示 也借着对付 借着熬炼 也借着刑罚 有多种方式 让人认识到 神就是实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